農家店的助理研究完 理研拿去的遙控器 就可以控制外面上 這台高空措施車 這台車剛才會等來生館 來辦公室 還可以回家 還可以回家 它刷起來也相當的另外 我們這個是用獨立的 雙邊獨立的馬達驅動 所以它可以做到原地的迴轉 而且它待機的時候不需要耗費能源 那像一般汽油室的話 它引擎必須要持續的一直運轉 所以農民在高空作業的時候 在樹上的時候 它會聞到汽油的油臭味這樣 然後它在充飽店的時候 它可以連續行走四小時以上 那如果包含停歇 有在作業停歇的時間的話 它可以使用一整天以上這樣 這台農家店所來檢驗的 家電的鋁帶式的高空措施車 剛才是免得到 吃茶油餐心的派空氣和車營 其外全八點還可以連續採施到四點斤 同時還可以來公園 用在白天的各種各行裡面 這台車的跨度和新冠的廣東 也可以移植到各種各種需求 進行到客製化 現在最容易做的客製化 就是它這個吊桿的矩增的高度 我們也可以設計那個高度的矩增範圍 然後還有就是你這個鋁帶兩邊的寬度 這是我們圖面上比較容易去做修改的 我只要加或減這樣子 他說高空措施車吃電的還好操作 這台車一發表後 就沒到文章人看到了 表達到尾巴的議員 這台是全部都是電動的 塗國外也不一樣 國外吃塗油的 它的噪音跟它的汙染 很嚴重 又它的操控性更好 非常好的 非常操控的 他隆改注標示 電動的履帶式的 隔空作業車應用在文彈柴 還可以到達後提升到後路五成醫生 未來如果是公開作為吃到太陽狼 還可以生效的更多支援 南天新聞 等一下 新華 蔡芳博的